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记得你小的时候经常来我们家吃饭 你和君君有多好 阿姨是知道的 要不是君君的演讲稿被偷 君君就不会去医院 如果君君没有去医院 就不会突然间转学 如果君君没有突然间转学 就不会错过你们出国前的见面 想想真是可惜啊 那个偷将军演讲稿的人 才是罪魁祸首 才是罪可恨的人 阿姨啊 就 那个人吧 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是故意要偷的 您能不能就不要急很大了 阿姨就跟你抱怨抱怨 今天想起来了 但是每次想起来都觉得特别可恨 是 远远 你这是做什么呀 你快起来啊 阿姨啊 我要向您坦白一件事情 当年 当年拿走将军演讲稿的人 就是我 我 我 妈妈妈她当年真的不是故意的 她是想拿我的东西 然后拿错了 她真的 她很后悔做了这个事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真的太后悔了阿姨 我我我我我真不是故意的 您 我我我特别后悔 您您今天要是不原谅我 我就不起来了 您就原谅我吧 我我求您了 我求您了 小缘 来 起来说 我原谅你了 好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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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